星期六晚的中環 今天是吃什麼呢 去吃鐵板燒 朋友訂的朋友生日 那就試一下吧 這個什麼價位很明顯應該 不會便宜到去哪裡 中環的 中環和 史丹利街 後面不是這間呢 我指著 這裡 這個位置 就是中環合彩的 最多頭獎的馬會 一進來氣氛很好 因為全部都是日本師傅 真棒 這裏有個牛 每逢星期一 跟著就說真量1.5倍 那散叫 通常的價錢就 一個豬132 如果這個六兒 來到黑毛和牛 就三四百 午餐是有些套餐的 都不算很貴 百多二百元 另外就是這些小小的 這個前菜幾十元 跟著也有海鮮 這個肉 這個肉 雖然只有雞蛋 但是 煎得非常香 非常滑 而且很好吃 它調味也很好 然後這個是牛筋煮 很軟 很好吃 炆得很棒 這個是長戶名太子 它每一塊都是熱辣辣 香脆 很明顯 我對這個菜一般 因為很多蔥 它的味道不錯 炸雞肉很棒 話說這個熱熔芝士大阪燒 是我朋友的指定要點 話說它也是幾天前 才吃完 然後再吃一次 這個伊比利亞豬 很軟很香 竟然有豬味 這個大阪燒 就有另一種風味 因為有番茄 所以酸酸的 但是很開胃 這個鹿兒島A5和牛 這個鹿兒島A5和牛 真的沒得輸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這個關東煮 最好吃的是 那個蘿蔔 超入味 毋須多說 這隻蠔很好吃 日本蠔來的 調味調得很好 又是一個良憑共脆的一碗 吃了一間餐 應該價錢不太便宜 都貴貴的 但最重要 但不重要 好吃 因為全部日本師傅 OK的 記得留言和分享 我的影片 還有還未訂閱的 嘩很光 還未訂閱的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見 拜拜 你們